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抛物线是1分之1x平方加上3分之3x减4 现在抛物线与2x减y减1等于0 交于AB两点,要你求AB线段的长度 那么首先我们想办法先把AB两点的坐标把它求出来 那么AB两点的坐标呢 其实就是这两个图形的交点 所以呢,我们就利用连立方程组 好,把这两个的交点求出来 好,y等于1分之1x平方 再加上2分之3x 然后减4 和2x减y减1等于0 好,两个连立解 好,这个我们叫第一式 这个我们叫第二式 好,在我们处理连立解的问题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加减消去或者是使用代入消去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把第一式带入第二式 好,第一式呢,带入第二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2x减掉y呢 就是1分之1x平方加上2分之3x 然后减4 然后再减1等于0 好,我们可以呢,把它同乘以两倍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分数在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4x减掉 这边乘两倍的时候是x平方加上3x减8 然后最后呢,再减2等于0 好,接下来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负x平方减掉 这边是减3x,这边加4x 总共是加上x 再来这边负负得正变成加8然后减2 因此呢,最后是加6等于0 我们把它同乘以负号 就可以得到s平方减x减6等于0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十字教程 就可以得到呢 x减3乘上x加2等于0 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x等于3 或者是x等于负2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呢 带入原来的连离方程组 那当然我们是带入第二式会比较来得好算 好,首先我们把x等于3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6减掉y 然后再减1等于0 那我们把y移向过去 我就可以得到呢 y就会等于5 好,另外呢 当s等于负2一样带回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负4减y减1等于0 那么一样我们把y移到右边去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y呢 就可以等于负5 好,因此这两个点的坐标分别是35 好,和负2负5 那我们要算ab线段的长度 我们就可以带距离公式 因此ab线段长度就可以写成 5根号3减负2 也就是3加2的平方 再加上5减负5 也就是5加5的平方 好,这个同学可以算一下 这个算出来呢就是5根号5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